Hello 大家好 我叫Alina 今天拿了部份的collection出來 可以簡單介紹一下每一個包包的一些故事 其實我沒有特別儲存這個系列的包包 只是每一次旅行都會去那間shop 看看有什麼款式會有什麼顏色 而剛巧有一刻看到一個顏色自己喜歡 我就會買下來 其實為什麼我會慢慢越來越喜歡這個品牌呢 是發覺 例如我剛才說過 我第一個包包是大約七八年前買 但買完之後我發現它的款式是很classic 即是不變的 相對來說可能其他品牌的包包 價錢可能都是貴的 但因為它每一季都會轉款 所以相對來說就覺得不太耐 但反而如果你買這個品牌的手袋 你會發現當你一直放的時候 其實就算十年後 十五、二十年後 其實這個品牌都不會被人覺得很歐 可以繼續使用的 其實我個人個人覺得 Burken會比較方便 為什麼呢? 例如我示範一次 你經常都會打開包包拿東西 而你現在這樣打開了 其實我習慣把這個器材放在這裡 就變成了有時候 我不用說經常要關箱或開箱 因為長期的包包都打開了 那我的東西拿著的時候 突然想拿我就這樣掀開 那我就在裡面拿些銀包 相機等等出來 所以相對來說 我覺得Burken是方便過Kelly 但為什麼我都喜歡Kelly呢? 因為Kelly也是這個品牌 所以我覺得也是值得收藏的 其實特別的故事就沒有 但很多時候我會趁著去旅行的時候 例如法國 就會在他們的一些總店 去到的時候 我通常會問 你們會有什麼袋 會有什麼顏色 當看中的時候 我就會決定買 而且它有一個很好的服務 就是當你買完之後 它是能夠幫你 可以寄回來香港 即是說幫你訂完 你可以在家裡接收 或者在公司接收 那就不用說有個煩惱 哎呀 究竟怎樣 怎樣搭飛機的時候 拿它回香港呢? 其實就是要看一看 當時售貨員 他自己收起什麼顏色 收起什麼款 相對來說 可能跟他比較熟一點的話 他就真的肯 拿多一些款式給你選擇 加上其實每一個人是有Quoter的 意思是 會向定你每年 不能買多過多少隻 有時候如果你真的 買多過他的Quoter 你又真的繼續很想買 就可能又要一些朋友幫忙 其實每一個人的Quoter應該都不一樣 但是它會記錄你 因為你買的時候 你都會出事 因為你外國買 你會出事你的Passport 會出事你的一些證明文件 所以其實它是有Record 就是知道你買了多少隻 所以它是不會讓你一次過買 當然可能它會擔心 你會不會是用來買完之後 你用來去買的呢? 如果買這些包包的趣事 我反而覺得又沒有特別趣事 但是最開心的是 有時候你買完之後 你又不理它 你放在這裡的時候 那幾年 你在街上看到 人家可能在賣同一隻手袋 但是已經不是貴過你那時候 買很多 你就會覺得 也挺開心的 為什麼手袋都會每年在這裡 這樣升值呢? 你會不覺得 那些記憶 怎麼會有的 什麼東西 是 那些記憶